美鳳來到冰城 就是要來坐一個燃車 聽說它的斜度很厲害 有點像雲霄飛車那種感覺 還有我還要來吃 我最想找的最想吃一個水果 到底是什麼水果呢 和美鳳一起來看看 來去吃看看 美鳳有約要出發到冰城囉 這個冰城是馬來西亞的第二大城 地位僅次於首都吉隆坡啦 它是英國在馬六甲海峽的 第一個殖民地 所以在海運和貿易史上 都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囉 真的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地方 因為早年也有許多的華人 從中國福建或廣東等地 移居到這邊 所以這裡華人的比例也很高 哇 啊 店這裡說萬年久也會通喔 好了啦 現在就帶我們的 黑鳥姐的腳步 來去冰城敷透囉 美鳳現在帶大家來搭輪車 在冰城這個輪車是很特別的 它的斜度非常的斜 而且呢 它就像火車這樣 然後又像那個燃燒飛車 要補充 這樣 就是它的斜度很斜就是了 好 那麼這個 卡在上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跨海大橋 看到整個冰城的樣子 大概坐起來的時間 差不多七分鐘久了 我們就這樣 待會兒就一定要來去體驗一下 連後呢 來去看這裡整個景色 真是值回票價 好 光看這一片綠色的樹 就很舒服囉 我們現在就來搭輪車囉 美鳳姐啊 高年厲害啊 第一個去的景點就是 冰城最有名的升旗山 升旗山海拔有830米 是馬來西亞的第一個山間避暑聖地 因為高度的關係 通常喔 升旗山山頂的溫度啊 會比平地再涼爽個幾度喔 是冰城人啊 在週休假期的時候 最喜歡去遊覽的一個地方啦 但是 想要登高望遠啊 就一定要先搭纜車上山囉 這個纜車啊 是從1923年就開始辛勤工作了 一路也見證了冰城的歷史變化 後來啊 因為快不服使用 於是進行了改造工程 而現在把我們美麗的美鳳姐 載上山的就是去年才開始啟用的新纜車 哇 我要跑到國外約會被你逮到啦 這就是我這邊的男的朋友 李先生 你好 你好 歡迎歡迎來到冰城 謝謝 李大哥呢 對 我的尊稱啦 其實呢 他還很年輕喔 就是對這個冰城非常的熟悉 所以呢 今天他帶美鳳啊 坐這個 這個就是叫做電纜車 又像火車一樣喔 它是直接鐵軌這樣子 對 就是油軌道的纜車 油軌道的纜車 然後呢 可以看到這個景 我們現在有看到的就是跨海大橋 在那邊 是喔 那邊 那邊再過去還有一個新的橋 還沒建好 還沒建好 哇 好厲害 這個工程不簡單耶 這麼寬的這個 這樣的跨海 差不多24公里 不簡單 可是這樣方便多了 對啊 方便多 在島上的地名就很方便 很方便 這是另外一個省嘛 對不對 另外一個省 也是這屬於冰城一個州 一個州 分兩個部分 分兩個部分的內陸 現在有跨海大橋就接起來了嘛 以前就是要坐渡輪 喔 現在比較方便 開車嘛 還是知道嗎 都可以 好 然後那個呢 有一個最高的標地 是冰城的那個最高樓 光大 光大 也就是像我們台北的101 差不多 差不多那個代表 地標 很大 其實呢 這裡可以看到 就是所有整個冰城的view 好 好 好 然後呢 看到那個是馬鈴家海峽 好 還看到這個海峽 挺好的 這邊呢 聽說 其實比較沒那麼熱 對啊 氣溫越高度不一樣 不一樣 830米高 對 大家都知道 算是冰城最高的山 這樣喔 冰城啦 他們說都是沒什麼冬天啦 只有上來這裡稍微可以 有一點點秋意 涼快一點點喔 很不錯的體驗 現在我跟李先生呢 等著再來走走 老老的喔 好 美鳳姐啊 是怎麼不帶我去 人家也想跟你約會呢 不過啊 話說回來 這個升旗山山頂的風景 真的是相當的美麗啊 不但可以一覽冰城的壯麗風光 甚至可以遠眺對岸 馬來半島的威省一邊 還有冰城的第一 及新建中的第二跨海大橋 可以欣賞喔 難怪啊 這裡的民眾 都愛來這個地方 消暑之外 還可以放鬆心情 這個山頂上的風光令人舒爽 而下山時的纜車啊 則令人期待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有發現嗎 在纜車上山的時候啊 就可以看見這個坡度啊 可是相當的陡喔 所以下山時的角度啊 就不會像這樣坐雲霄飛車 那種的刺激啊 尤其是在會車的時候 真的感覺很驚險耶 好了 現在就把鏡頭交給我們 位在現場的主持人 美鳳姐啊 請她來幫大家體驗一下啊 新公子喔 不用太多啦 從美鳳姐和同車遊客的尖叫聲啊 你就可以知道了 這個纜車要下山的時候 真的是給它很刺激耶 有機會啊 到冰城遊覽的朋友們 可千萬不要忘了 這個好玩的景點喔 很棒的體會 來到冰城 你一定要搭這個纜車 到上面去看看風景 我搭完纜車之後 我要去另外一個地方做體驗 可是我要換交通工具 什麼呢 我要去坐三輪車囉 要帶大家來吃好吃的東西 來到這裡一定要吃這個東西 走 找東西 還要換交通工具 這個鳳姐啊 特地來冰城 是要來找什麼東西呢 嘿嘿 賣個關子 下段節目再告訴你 美鳳有約不要轉台 我們馬上回來 美鳳有約 有時候可以坐這個三輪車 這也是個很重要的交通工具 現在美鳳就要麻煩我們車夫 坐這三輪車 來去找美鳳要愛的東西 好 順便來洗洗澡澡的 我們可以準備出發囉 麻煩你囉 謝謝 跟我們囉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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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美鳳姐 現在搭的這個三輪車 在50年代的時候 是冰城人主要的代步工具 不過時代一直在進步 需求量少了 所以慢慢的三輪車也越來越少 好 現在好像只剩100多台還在工作 主要是在觀光客門 體驗冰城老街的風光 這個三輪車主要的行進路線 是在冰城喬治市里的古蹟中心區 因為冰城曾經被英國殖民 後來又有華人的大量移居 所以在建築風格和設計上 有著中西合併的味道 也因為這一層濃厚的歷史關係呢 讓冰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不僅如此啊 現在這裡還有許多小改造過的 Guest Hotel 深受國際背包客們的喜愛哦 美鳳姐現在參拜的天后宮 是在西元1895年的時候就成立了 這個是當時從福建等地移居來此的華人 在搬遷的時候一同分鄰過來的 至今對當地人來說 仍然是相當重要的信仰中心 三輪車的步調不快 所以相當適合這個地方 看我們的美鳳姐搭車悠閒的模樣 有沒有很羨慕啊 有機會啊 一定要來這裡坐坐三輪車 穿梭在復古風情的小巷裡面 聽聽車夫跟你聊聊冰城的演變史哦 好舒服哦 好舒服哦 很難看 到了 我也是沒找到我要愛的東西 在街在地 今天想辦法一定要找到這些東西 來 啊 蝦米啊 也沒找到喔 美鳳姐啊 你到底是要找什麼咧 這個東西為什麼這年的生命 有這麼難找嗎 走到這裡 走到這裡 我好像聞到鎮鎮的香氣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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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什麼 快點 榴槤 不是這個 不是塊榴槤 不是 老闆 你好 你好 你就是這個鼎鼎有名的榴槤龍 是啊 你好 你好 謝謝 謝謝 名人啦 賣的果然就是名牌的榴槤 哇 聽說你這個榴槤喔 好 最初在以前 還有給那個很特別的名字 也有那個叫做那個 林青霞啦 秦漢啦 真的有啊 秦漢就有了 林鳳椒有 林鳳椒有 秦漢沒有 好 我們要請教 我們這些榴槤為什麼特別好吃 聽說沒有多少 都對媽的 只要吃 我帶著 怕 趕快 你還過什麼 我又要嚇 對老闆人來吃 不過我聽說 我們拉鐙 在掉下來的時候 對 וצap 可以 不過不能隨便 隨便 要是它的名財 所以 brushes 這收 一段 few 我們裏 電鍋跳起來 不過沒水給它掀掀 小毛毛再攪一顆 最好吃 榴槤也這個意思 都很天然的 自然就來 讓它先攪一攪 再來吃是最好吃的 讚啦 好的 喔 原來美鳳姐姐這麼久的 就是我們有水果之王稱號的榴槤 這不得不說 美鳳姐真是烤得來的 馬來西亞的榴槤真的很厲害喔 摘下來後的一到兩個小時後食用 才是最佳的掃胃食 太早吃 會有清理 太晚吃 它還會熟過頭 就是因為這麼的焦貴 所以是無法外銷的 一定要在當地才吃得到 說到我嘴弄要流下去了 快喔 美鳳姐 快帶我們去大塊躲一一番吧 那現在我要開始 從哪一個開始吃 好 從哪個開始吃啊 從哪個開始吃啊 是吧 這個 紅的要吃啊 紅的 好 那我就不客氣了 來 將將將將 這個很紅耶 很好吃耶 好 淡薄一點 淡薄一點苦 不太苦 哇 我出國之前 這麼聽藍心的在說 它要吃榴槤 它要吃那種有一點苦的 我今天終於吃到了 淡薄一點苦原來是這麼迷 這麼香就 好好吃喔 還有那個不敢吃榴槤耶 好 不用怕就放上去試試看 臭豆腐也是越吃越好吃啊 有一點真的越吃越好吃 好 有夠好吃 這是紅嗎 這是你名叫一空圓 第一名耶 好 好 好相當的101 對 這還有號碼 還有號碼 以前叫明星的名字 我們現在這個叫做101 你來找那個榴槤龍 你說我要吃101 對 這樣就對了 OK 這個是小紅 小紅 小紅呢 稍微有一點點 比較多汁的感覺 對 對不對 然後剛剛101 咪咪咪 口感不太一樣 對我這個 鬆鬆還不懂耶 每一個都好吃 這有特色 看著美鳳姐吃得這麼陶醉 啊 我也要醉啦 美鳳姐啊 拜託的老子 嘴巴好嘞喔 馬來西亞榴槤的風味 讓美鳳姐吃得不顧形象啦 下段節目回來 還要介紹給觀眾朋友 一些吃榴槤的小撇步 有看有法比啊 沒看就真不好意思喔 接下來呢 不用怕繼續吃 因為榴槤龍會跟我們教說 怎麼吃後會降火去 好的 接下來呢 接下來覺得是白的 嗯 白的在台灣我吃的比較多 是啊 但白的有一點酒味 有一點酒味 嗯 嗯 嗯 還有點酒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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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太神奇了 哇 這有酒味的超好吃的 香氣又夠 請問一下啊 你這個家人吃 還有一種的鯪料最好 看人啦 人家就咬 我們咬 對 這也是水分比較多喔 好 然後帶有那個酒味香氣 我真的每一個都吃得很乾淨 我吃了這差不多都吃到了吧 還有不得 還有 就是真的更好 就是真的更好 我還是捨不得 我們新梅姐一定很羨慕 沒關係 我就幫你吃 對啊 你算要演唱會也不要吃太多 這個是更厲害的 調整好我的味蕾 我的味覺 來享用一下 它是這裡面 裡面肉質細 然後又多 對 難怪它是很厲害的 可是香氣說實在 我已經吃到這個 都覺得很香 就覺得 我怎麼來形容它的香氣呢 它香氣可能酒味香氣會更強 但是 它果然是很厲害 它的感覺是蛋糕一樣 蛋糕 對不對 對啊 李鳳姐啊 你一連吃了四種極品榴槤 怎麼會不飽啊 不過換作是我到了檳城這個榴槤的寶地 應該也很難客製不大吃啦 只是這裡除了榴槤之外啊 別忘了還有另外一個也是很威的 水果之後 山竹 哇 多漂亮的顏色 白裡透紅的皮 哇 水 好漂亮的顏色 雪白雪白的 然後呢 每一個都帶五半 好 二… 六… 六半 好 你要…你要知道它裡面有多包 你看這邊就… 喔 教人家看哪裡有多包 喔 我知道怎麼看了 算…我想很多人吃過這個 我今天第一次吃到這麼榴槤的榴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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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讚 美鳳啊 美鳳啊不是台灣最漂亮的歐巴桑 我這座回去是變台灣最漂亮的歐巴桑小姐了喔 因為我榴槤吃這麼榴槤 越吃越年越年越年了 讚啦 山竹的風味跟榴槤強烈的霸道香氣 有著截然不同的感覺 山竹是酸酸甜甜又帶一點輕柔的味道 欸 這就是他迷人的地方喔 除此之外啊 還有紅毛丹 黃皮果 也是檳城的特產 有機會來到這裡 一定要大吃特吃的啦 接下來美鳳姐就要告訴大家 期待已久的小屁股囉 好 開始要來做實驗啦 這是喔 我現在要來洗手 怎麼洗會比較沒味道 怎麼洗比較沒味道 好 洗到這邊好不好 好 一手 一手 這手要洗給沒味道 沒味道 可以 這一手洗沒味道 洗沒味道 好 來 這樣沒味道 這樣穿起來 好 好 好 這手 真的比較乾淨 沒味道 這真的有一點有味道 這真的有一點有味道 是耶 是耶 太神奇了 好的 還有一個降火器的方法 老闆要跟大家來分享 你是說要倒在這裡 要來喝 要來喝 好 好 我們這裡倒在這裡 還要加東西嗎 還要加這個鹽 加鹽 好 好啦 好啦 可以啦 這樣就夠 夠了 這樣喔 喔 可是老闆 榴槤齒很長 我是要怎麼喝 喝到這邊 喔 這個又是雞子耶 這樣喔 這樣嗎 我倒在這裡 這樣會不會看 我會看 這樣會不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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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淡的鹹味 好 這樣會不會看 我第一次這樣子 吃榴槤 然後喝榴槤水來降火器 開始了 一次 好 一定要把它干貝 好 這樣我就可以再多吃一個榴槤 好了 好了 美鳳姐啊 別喝這麼多 你給她看 老闆在那裡頭笑了啦 她一定看穿的 你其實是想再多吃幾個榴槤 才拚命喝鹽水的啦 美鳳實驗室打成功喔 各位觀眾朋友 不知道美鳳今天帶你油冰城 你才有加意 美鳳我跟我說 其實很加意這個地方 不然可以坐冷車 畫著美麗的風景 還有坐沙輪車 給小巷這樣走來走去 還有… 美鳳最愛吃的榴槤 真的有夠賺的 冰城真是太好玩了 不過冰城喔 不然跟這樣喔 明天的美鳳要帶各位觀眾朋友 去冰城的雅池仔洗洗 吃吃在地好吃的小吃喔 每禮拜到百五斤 六十二點半到一點 記得收看我們美鳳有約喔 拜拜 美鳳華人很多 然後呢 美鳳這次 想要去看牠們一個聚落 很特別的 一定要去走一走 然後牠們吃的東西也很有名 牙齒一定要走走走走的 因為牙齒人生 在那裡很受歡迎 感覺很好 現在和美鳳一起走走走 看一看 跟那些朋友來認識一下 這個曾經有報導統計 說這個冰城啊 是人的一生當中 最值得去的十大島嶼之一喔 所以啊我們這一回可真的是來對了 昨天啊美鳳姐啊帶著大家搭了纜車 上升旗山一覽冰城的美景 坐了復古的三連車穿梭在古蹟中心區 最後還飽食了一頓榴槤大餐 啊今天美鳳姐啊 你還要帶來去哪裡看看咧 快跟著美鳳姐的腳步去瞧瞧吧 美鳳姐現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冰城最重要的文化古蹟 姓氏橋 它位在冰城港的最前端啊 是華人南下移民到冰城的時候呢 最早的落腳處 因為早年僑民都以陶海為生 同姓的族民也相互依賴而群聚而居 進而建立起了姓氏橋現在的規模 姓氏橋共有姓林橋 姓李橋 姓周橋 等等不同的姓氏組成 僑民的祖籍大多是福建同安人 橋頭設有橋頭廟 是每座姓氏橋都有的信仰中心 早年在文化保護觀念還沒有周全的時候 姓氏橋曾經因為都市發展計畫 而被拆了兩座橋 但是在冰城橋治市被聯合國 教科文教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之後呢 得以安全及完整的被保存了下來 讓後人更能夠親臨並深入地了解 姓氏橋深厚的歷史價值跟意義 阿嬤,你好 阿嬤在這裡已經很多年了 你住了很久了 你住在這裡住很久了 我住了十幾歲就住了 十幾歲住到現在 日本也住了 很多年了 沒吃啦 人家都住在家裡 住在家裡沒吃東西 以前沒吃東西嗎 沒有吃東西 我怕交通要怎樣 要去哪裡要怎麼去 從外面 沒有在... 在外面 你的學生都在外面 你待在家裡住在家 這家... 跟美鳳姐聊天的阿嬤 是高齡86歲的林雅郭女士 阿嬤,原本是姓林喬的僑民 後來嫁給周姓的丈夫 就在姓周喬過著後半生的日子 阿嬤說 家前方的船啊 就是當時的水上計程車 接送漁工 往返漁船和港邊 當時熱鬧的情景 到現在還寄意猶新呢 雖然現在信氏橋裡面 大多的僑民啊 都已經移居到陸地了 但是阿嬤呢 還是情有獨鍾這個 跟她相伴了八十幾個年頭的老地方 現在啊 她常常坐在自家的門口 看著來往的遊客 回憶過往的記憶 偶爾有遊客和她攀談 她也樂於分享她回憶中的姓氏橋 可謂是信氏橋最佳親善大使喔 阿嬤 鳳姐 我們到了喔 我知道啦 我知道到了啦 今天要介紹這個地方呢 跟各位報告 就是後面這個廟 阿廟有很多的青蛇 然後呢 那個青蛇是山腳形 它是基本上有毒的 然後呢 它是胎生的 一次生六條 十條 很多條 所以呢 後面喔 那個廟通通都是 都是青蛇 都是青蛇 有時候還要跑來跑去 所以是沒用罪你啦 你罪你沒用 我在住室等你啦 我真的很害怕 在這裡... 哈哈哈哈 李鳳姐啊 我是頭一次看你這樣走得像背咧 呵呵 這個動作怎麼那麼的迅速啊 不用怕啦 聽阿里大哥說啊 這個蛇廟裡面的蛇啊 都是相當乖巧的啦 蛇廟原名為青雲岩 建立於1873年 供奉著青水祖式 而蛇廟之名的由來 就是因為呢 青雲岩在蓋好的時候啊 屬於毒蛇類的青龍蛇 不寢自來的在廟裡面住了下來喔 嘿 不但敢都敢不走 還越急越多累 而這麼多年以來呢 在廟裡的青龍蛇 都和人和平共處 沒有意外發生 所以也有人說啊 這些青龍蛇都是具有靈性的 現在來廟裡參拜的信眾們 除了供奉三生素果給祖師爺之外啊 也不忘帶個雞蛋 來給青龍蛇補一補 好啦 剛剛看了令人緊張的蛇廟 接下來就來去輕鬆一下喔 嗨 大家好 美鳳我現在在海邊夜市 這是檳城 檳城美食是很有名的 它這裡風景好 又是很多元化的城市 所以它的吃有很多的選擇 它也是先他們選出來吃大美美食城之一 也就是亞洲地區有入圍的 我們檳城有入圍 呆棒也有入圍啊 都是重選的 所以呢 今天呢 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很好吃的龜條 也是很有名的 然後呢 這個拉薩啦 還有一些甜點也都很優很讚的 今天呢 美鳳就帶大家來世界吃套套 我們要從哪邊吃呢 很多人很熱鬧 夜市就是要這種氣氛 好 最美鳳走 大家去 拜拜 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起啊 一個接一個綿延到天邊的大排檔來囉 烫魷魚 福建麵 炒果條 哇 每一個看起來都好好吃啊 難怪能夠榮獲CNN旗下網站 林璇為亞洲十大最佳小吃城市 除此之外啊 網站還列出了十種美食 其他榮登第一名 就是現在比宏溪要帶您去吃的這一味 嗨 好吃的拉薩 拉薩是用什麼來做湯底呢 像熱帶地區它的椰漿 椰漿就很厲害 那他們可以入菜喔 然後呢 味道搭得超優的 所以呢 拉薩來到這邊一定要吃的 現在比方來給老闆牛 老闆 請教一下 歡迎這些如何煮 請問一下 這個拉薩是旁邊這個湯嗎 對 那是不是有用椰奶 沒有 這個是酸辣的 酸辣的 拉薩不是有椰子 椰漿的是泰國 辣酸辣椒 喔 今天我又學到了 原來我吃到是有椰漿的 那是泰國的 我們冰層這邊是酸的 請問這樣陣子有多少 三戶拌 三戶拌 誰要親他擦喔 三戶拌而已 哇 實在很好 很好 不然就要點廚碼來吃 好 三戶拌 好 來 看老闆怎麼煮 把它放好燙燙喔 要煎的 哦 這樣就好了 這個龜條的感覺好像台灣的那個 好像臭的米粉 好 要吃看看 先喝一下湯 嗯 酸的 然後不會很鹹 嗯 怎麼這麼滑溜啦 這是用什麼做的 這是麵條 麵條怎麼那麼 米做的 米做的啊 很好吃耶 滑溜滑溜 然後配上這個湯頭 剛剛好 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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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真的很好吃 哦 雖然喔 這個冰層的溫度熱到 讓人快要受不了了 但是啊 在這個夜市裡 打吃拉薩 讓汗水進行的奔流 真的是相當爽快的一件事情啊 就好才像老闆說的一樣 馬來西亞的拉薩 跟泰國的不一樣 是用酸奶取代椰漿做成的 香氣沒變 但是啊 更多了一股清爽的酸味 讓人啊 越吃越爽脆 不怪喔 可以獲得榜首的美名啊 吃完了拉薩 李宏季啊 還要帶我們去吃 什麼樣的好料理呢 上一段節目提到了 檳城榮獲的亞洲十大 最佳小吃城市的美名 美鳳雞也品嘗了 綁手拉薩的好吃味 接下來美鳳雞要帶我們 去吃哪一種美味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其實呢 這邊是 五點開始到晚上十二點 而且這次的東西呢 跟台灣都有一點 一點點像 像島灰啊 也是很棒的 還有呢 我這邊還有一個小攝影師耶 哎呀 真好 真是在哪一台播在歡喜台要播的 對不對 接下來呢 要介紹這個 我們在台灣 台北叫做蝦仔煎 這裡是蠔煎 難道他們是用生蠔嗎 還是說用的名字不一樣 整個就是蝦仔煎的氣味就對了 可是我不知道他們做出來 到底是什麼樣的 現在我們就來給他吃看看 哇 原來我們美鳳雞啊 在冰城也有小粉絲啊 還要整個地條條啦 不過 小朋友們 還是先讓美鳳雞啊 介紹美味的小吃 再跟你合照啦 好不好啊 聞到味道了 蠔煎就在這裡 你好 丹美鳳 丹美鳳 你好 你好 蠔煎 我們是用蝦仔煎的嗎 蝦 蝦仔煎的蝦 蝦仔煎的蝦 蝦仔煎的 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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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自己有很多醬汁 很多蝦放進去這樣 這也是排行榜 有很多人愛吃的這個蝦 排行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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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插隊咧 差不多五千而已 這樣喔 這樣我們來 我們來 我們來高官 要高官 要高官一下 這樣一個賣多少 一人吃兩口 一人吃兩口 三口吃一口 好了 這樣我吃 我比較好給我的 三口的啦 好嗎 這是鹹長嗎 沒有 我要吃什麼 來好吃的 好 這樣喔 好 OK 好 來 六塊 好 蝦煎 蝦 蝦煎 真的是令人傻傻分不清楚呢 不過看著老闆熟練的動作 翻炒時出現了香氣 真的令人動背叼囉 好了 終於臨到這一盤 香氣突鼻的蝦煎 趕快跟著比鴻雞來嘗嘗看喔 來一個不沾醬 來一個好醬 我還以為說這一塊是豆腐 吃起來又不是 你說它是 泰北粉 QQ 它又不是 一點點滅滅啊 我剛剛那個拉筍一吃 我就圍巾拿掉了 開始有點熱了 再吃這個 它的香氣十足 很香 我還不清楚它是用什麼來做的 嗯 蝦子 其實 不是生蠔啦 我這個尺寸就知道是蝦子 蝦子煎 冰層的蝦子煎 好 它這個感覺跟我們 那個太白粉還是蝦子煎下去那種 那種感覺不太一樣 它比較滅滅滅啊 我們那個是整個比較Q OK 那我覺得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很好吃 然後會有飽足感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啊 美鳳姐跟蠔鮮一樣好吃 啊不是啦 是一樣有魅力啦 這個台灣最美麗的蝦巴桑的名號啊 可不是叫假的呢 你看大人小孩都愛他 好啦話說回來 這個蠔煎啊 剛剛趁美鳳姐在品嘗的時候 人家蝦有給他好好的去研究了一下 它和台灣的蝦仔煎有何大不同 首先台版的蝦仔煎啊 是蝦跟粉水合一去處理的 但是冰層的蠔煎啊 是先將太白粉或番薯粉調製成的水和蛋 煎成厚厚的模樣 兩面煎香了以後再切成塊狀 再放上蝦仔和醬料去拌炒 所以蠔跟粉體是分開的 調味也偏重 蛋香味十足 難怪啊 可以獲得這麼多人的喜愛哦 因為啊 真是又香又好吃 冰城的海邊城市深藏不露 好吃的美食樣樣多啊 下段節目要介紹的美食 居然還需要我們B洪氣乖乖的排隊 到底是何等的美味呢 千萬不要轉胎 廣告回來 李洪姬的魅力無法擋啊 大人小孩都愛她 一趟夜市巡禮啊 都快成了美鳳營友會囉 不過啊 秉持著要介紹好的東西 給電視機前觀眾朋友的精神呢 明等下天照待會拍 李洪姬啊現在要來去排隊找美食 這裡就聞到真正的香氣 然後一看 吃不到人在排隊 這是你擺什麼東西 我們給他一堆來擺看看 你排隊啊 請問是要排隊吃什麼 超果條啊 超果條 吃了兩天再來排隊 吃了什麼 吃了兩天再來排隊 吃了兩天再來排隊 哇 早上都少吃一點 今天好好的吃 這家灰鳥那麼好吃啊 我也不知道 第一次看人家排隊 好 好 好 我也要來排隊 好的 好 她是美鳳姐啊 也要乖乖的排隊喔 這間店真的給她有夠夯的啦 不過啊 美食之前人人平等 好吃的東西啊 多等一下 吃起來一定會更好吃的 而且啊 誰叫我們這個美鳳姐 太厲害了 這間店啊 可是海濱夜市裡 炒果條的No.1 看看那個老闆的鍋鏟啊 完全沒有停下來 一鍋一鍋的用力甩 甩出了炒果條的香氣 啊 老闆啊 趕快點 人不肚腰了啦 難怪要排隊 我覺得它也很棒的一點 炒果條啊 炒果條好啊 這個豆芽菜放下去 那個豆芽菜吃起來 脆的 然後這個龜條啊 就是很Q 跟那個蛋奶 有夠香的啦 很好吃耶 很好吃 很好吃 我們用材料好 很好吃 這個大火炒出來的果條是條條分明啊 每一條都扎實了果上的香濃的醬料 不過油不過濕 吃起來啊美味十足 再加上吃吃大微又新鮮的黑林 和雙菜的青菜 不怪喔 它可以成為海濱夜市裡的排隊名店 美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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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吃幾間了 我吃那個拉桑 桃間 炒果條 這樣還不夠 Happy Ending 就在一個甜點 一邊吃我這個 一邊來去看甜點 甜點就在這邊 好 麻煩好喔 這個甜點跟台灣的也是很接近 它顏色也很多很漂亮 可是它們有比較特別的 好 手指有夠多的比較漂亮 聽說這個啊 在這裡也是這麼喜歡的 這個叫做什麼 是尖銳是不是 好 到底是什麼冰呢 好奇好奇 好 其他的大概都知道嘛 這個大概知道 這個是不知道 怎麼冰會用尖的呢 老闆 拿一個尖銳 好 刷冰 一樣啊 這跟台北的刷冰一樣嘛 好的 紅豆 然後 要加紅豆 加三美 加 這個是什麼 三美 這個是尖銳 好 調一調的 很香的 很炒做出來的 鮮炒做出來的 黑糖 黑糖 椰薑 椰薑 超讚的 我來吃吃看這個尖銳 這個椰薑 椰薑 椰薑很香啊 很香很香 金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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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裡的椰薑很厲害 那這個煎 這是用鮮炒 鮮炒 香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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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很Q這種 但是它吃起來 我感覺到是 我都吃到那種椰奶 好香喔 好好吃 好 好的 吃了 你也吃到會飽 好 有飽足感喔 慢慢吃 慢慢吃 來一個甜點就是一個非常開心的事情 海濱夜市的特性 就是可以 鹹食甜點一個地方完全搞定 不用移動太多的腳步 就可以飽餐一頓喔 這個煎蕊啊 是由香蘭葉熬成的汁 跟綠豆粉一塊製作的 看起來喔 有點像是綠色的米苔木 吃起來口感也差不多 配上甜蜜蜜的紅豆 哇 在吃完重口味的熱食之後啊 來上一碗煎蕊做Ending 哇 真的是人間的一大享受 今天美鳳來到海濱夜市 吃了這麼多的美食 沒有美食都超優超讚的 真的探索美食在冰城大成功 讚 今天比鳳姐挑戰的LESA 蠔煎 炒果條和尖銳 道道啊都是冰城小吃的代表 雖然啊還有很多小吃沒有吃到 不過沒關係 冰城的海濱夜市會一直在這裡整整你 歡迎您來品嘗一番囉 冰城真正是一個很特別的城市 它還有很漂亮的風景 和人文的氣質 無論說不會流連的老闆 也只是說夜市裡面的遊客 我們就很看了冰城的人 非常的熱情很善良的一面 美鳳在這裡生得很開心 也很感謝冰城的交代喔 那一隻美鳳又要帶大家去哪裡吃飯呢 來 給我看你就知道喔 來每禮拜到八五頂六十二頂目的